台湾即将要迈入超高龄社会了 陪伴长者快乐安老 也是我们当前的重要课题 要带您来看看她的故事 万笑仪在过去20年 她担任了次纪的大爱妈妈 陪伴许多孩子成长 但现在她转换了身份 选择在长照站 担任招福员 现在的工作是要关怀长辈 也因此她需要更多的爱心以及耐心 而她也非常的有感触 因为自己的妈妈在年纪很小的时候 就是过世了 现在在照顾长者的过程当中 她也仿佛看见了母亲的身影 弯腰 鼓励 轻柔 长辈 在高雄进诗堂巷弄长照站 不时地给予关怀的是她 招福员万笑仪 受到长辈的爱戴 阿嬷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 外笑仪也着实沾前顾后 细心照料 外笑仪的陪伴好温暖 原来有着对母亲的思念 我妈妈年纪相仿的阿嬷 我就想说我妈妈如果还这样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当做像自己的妈妈一样这样子 这样的爱她们 外笑仪读幼幼稚园的时候 母亲就离开了人世 而自己在2004年加入了词迹 这是刚加入词迹不久时的外笑仪 她当大爱妈妈陪伴学子近20年 也担任活动和手语干事 以及文字影像 记录词迹点滴 直到走进了长照站 一路上走来 好像姻缘就到了 永感恩尊重爱 因为我从小也就没有妈妈 那突然多了这么多的妈妈 需要我来疼爱她们 所以我也一直就是很努力地学习 外笑仪拉长情扩大爱 丰富了自己和长辈的后半段人生 大爱新闻 翁崇文王昭中高雄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